紫編包 大家好,我是季寒 今天我們要來分享一下紫編包的做法 那我們先準備一下我們所需要的材料 我們先準備好我們的配線表 還有我們需要的線材 以及我們先準備好我們的工具 剪刀 尖嘴前 這次我們要做的是 紅黑的紫編包 好,那我們先把長寬配線的線準備好 那所需要的長是21條線 所需要的寬是8條線 那我們先把長的21條線 準備好 然後我們把兩邊的頭對齊 然後再把 再把它 對著 全部都壓一下 我們先把起點的兩條線準備好 黑 黑 打甜字節的方式很多朋友都會了 我們再來複習一次 把右邊的套路 左邊的 後面往上翻 右邊的後面 往這個洞插進去 串出來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甜整理一下 就完成了第一個甜字節 然後這一條是我們橫的主線 我們現在要往上加一半的長的線 我們先把它折下來 然後依照我們配線表 然後依照我們配線表 往右邊加一半的線 接下來這一條是要黑色的 完成的第二個 完成的第二個 接下來是紅色的線 接下來是紅色的線 完成的第三個 完成的第三個 是紅色的線 是紅色的線 在眼裡擋著 在開始跟青色的線 一半的腸被我們完成 一半的腸被我們完成之後 就像這樣子 這是起頭的甜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的配線表 剛剛我們是從這個起點開始 往這邊加 加到二十一條 那接著我們要把這邊 這邊是右邊的 十一號到二十一號 那我們現在要把它翻轉 從這邊 然後依照配片表上的十九 八七一直到一 在這裡的甜 的配線去打 這樣子我們兩頭的線 所剩下來的才會是一樣的 比較平均 那現在看一下我們配線寶的石 是黑色的 一樣 往下折 一直加到長的二十一個 二十一條線被完成 完成 完成了長的二十一條線之後 我們可以跟 我們的配表再 檢查一次 然後我們就準備要加 橫線 我們從第一個填 這條中心線 然後我們準備 橫的線 總共要八條 那扣掉中心 線這一條 所以我們還有另外的七條 我們把它對齊 橫的 橫的這一條 橫的這一條中心線 然後我們都把它對齊 把另外的七條 量到第二個填 量到第二個填這邊 把它對折 加橫的方式 跟加長線一樣 會這邊加一半 然後再上下翻轉 另外一邊再加一半 這樣子 一樣兩頭的線 比較會平均長 那我們先把第一個填 往下翻 依照配線表上面 的一半去加 記得短的這一條線 跟我們的主線 會差不多一樣長 也就是我們在加線的時候 短的線 會在後面這一條 短的線在這一條 長的線 在上面這一條 穿過去的時候 就會跟我們的主線的尾都對齊 加好這一邊的一半 橫的線 那我們就要開始 上下翻轉 換這一頭的這邊 再往上加另外一半的橫線 加好另外一邊的橫線之後 然後我們檢查一下我們的 我們的 主線 N字形 都完成了 然後我們可以 和我們的配表 的配色 再檢查一次 然後就開始要 打填完成底的 長寬面 現在我們要把橫線的田 跟右邊 二十一條的田 打在一起 形成底的 一大片田 那我們把橫線 往後做一個 小耳朵 長線 往後讓 橫線往旁邊 橫線往旁邊 後面的線在往上 從這邊一直 從這邊一直打到 二十一 然後再 從這一條 一樣打到二十一 刻意 然後再把這邊的 打完就完成底面機 要再把橫線 打完就完成底面機 然後再把這邊的 打完就完成底面機 感谢观看